老虎注意到最近在老虎的群里头 有好几个同学提到关于视频黄标的问题 也正好有管最近关于黄标的判定 在实施上面有一些技术上面的更新 我做节目专门报告过 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 来把到目前为止最新的 关于视频黄标的产生的原因 如何处理这些东西 我做一期比较全面的节目 作为一个总的更新 从此以后的话 大家关于视频黄标的话 就来看这期节目去够了 好 首先我们讲一下什么是黄标 黄标就是大家现在看见的图 是个黄原色的美颜标志 表示什么意思 就是赚钱受限 什么赚钱 就是投放广告 你如果不在YPP里头的话 你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没办法开启广告赚钱 所以黄标就是通过油管的后台 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视频 会限制广告的投放 这就是黄标的形象上面的意义 它的技术书语是 不适合绝大部分广告投放 这是技术书语 看见的东西是黄原色的美元符号 所以这叫黄标 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导致黄标 内容不恰当 我们刚才讲了 技术上面的定义是不适合广告 它为什么要有黄标的系统 就是因为给那些广告商 安全的投放广告 可能如果你跟踪这个X平台 就是老早的推特这个平台的话 你可以看到前段时间有一个广告商的这种 杯葛的这种事件 就是什么 你把我的这么高大上 政治正确的广告 怎么跟那些恐怖分子 种族主义的人的内容放在一起 所以他要杯葛 那油管在历史上 我所知道的就是 大概有三次非常大的广告商 集体杯葛 就是我们不投了 迪士尼我们不投了 我们不在你制作广告 这些样子 也就是说 有三次广告金主集体出走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对平台来讲 它压力很大 它必须讲 你到这些内容上面投放广告 我已经给你挑出来的安全的 你在这上面投没问题 那么所以他就对所有的内容 要进行一个内容的 这样筛选和审核 当然不是通过人工 是通过机器 那么对一些不够安全的 什么叫不够安全的 就是骂人的脏话 对小孩可能造成身心健康的 这些影响的 反正就是我们尝试里头的 那些比较出格的内容 那么像可口可乐 迪士尼 这些东西都不愿意 在这些内容上面去做广告 所以这个黄标的系统 就是告诉大家 这是广告安全的 你来投 不安全的并不是讲 完全没人投 有的人的生意 就是要投到那些 大家想看又不敢承认 要看的这些内容 对不对 但是这些内容 首先它是允许在油管上面存在 如果不存在 直接就是违反社区准则 给你干掉了 封你的账号 有一些内容限制极的 可以看 但是我们下班会自己去看 我作为迪士尼的广告部的主任 我不会想我来投那个东西 我回家自己 在自己看那个限制极的内容 这没毛病吧 对吧 所以大概就这个意思 政治正确在这里面 油管需要有这个系统来标志 这个黄标系统 然后让广告商闭着眼睛 可以安全的投放广告 如果出来问题 别怪我 就怪你们油管 就这个意思 后面的机制 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标志成这些有黄标的 那他就是来扫描你这个内容 你这边说了好多粗话 你这个地方内容有问题 你这个画面有血腥的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给你标志 正因为是这只机器给你打标的 他对上下文不是那么敏感 因为他害怕出错 对吧 所以他宁可措杀三千 也不愿意放过一个 所以会出现大量的 本身不应该是黄标的 他从安全这个角度来讲 他给你贴上黄标 好 你要理解这个 上下文 这样一个情境 这非常重要的 好 注意一点的是 黄标 他不是年龄限制 油管这个系统里头 针对内容 有两个 很大的类别 一个就是年龄限制 通常我们讲的18加 就是你没有到这个年龄 你不能看 那么我们 你如果在油管上面 有足够多的精神 你看一些内容 出现一个黑屏 这样 你这个 以下的内容 算是 是这个 年龄限制级的 你确认你想看吗 旁边有没有小孩 家人 是不是在旁边 有的时候 你看到这样的警告 那么这个是限制 年龄限制 这个内容 没毛病 但是小孩别看 是年龄 这个是针对 内容本身 观众 黄标是 给金主爸爸讲的 这个 你别投 你要 你要政治正确 你就别投到我 这些内容里头来 但是我刚才讲的 有些灰惨 他就要投这些东西 他会特别高兴 我只投黄标广告 所以讲 黄标 并不等于讲 一定没广告 只是广告 很少 因为这种 做灰惨的 这种生意的 要么 他那个广告 本身就不让你打 不是讲 你打不打的问题 是讲药品广告 我根本就不让你打 烟草广告 但是有一些东西 不是那么黑 不是那么灰的 他可以打 那这些 其实就是说 当你是被黄标 他也有可能赚钱 如果你运气好 被挑选中的那些人 他觉得你的目标 观众特别好的话 他反而在你上面 投广告 他不愿意去 家庭频道 那些正经频道 去投广告 这个是一种 标签系统 就是这样的工作的 所以黄标 是针对的是广告商 年龄限制 针对是普通观众 他这个两套系统 针对的这个目标的用户 是不一样的 好 那黄标会不会导致限流 这个问题 我倾向于是相信油管 他们自己声称的 他讲 他声称什么呢 他的推荐系统 是推荐的 那么广告的系统 是广告系统 两个是分开的 不会讲因为这个东西 两个东西 讲因为你是贴上黄标 所以我就限制推流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从设计上来讲 这两个系统是分开的 那他贴上了黄标 没广告 不会影响他推流 那么从 其实从内容这个角度上 他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虽然没广告 但是这些内容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他就是要看 那么你不能 大家要看的 你不让他看 对不对 所以即便 大家要看 但是那个内容 又不是和所有的人看 他还是希望推荐 要不然你这个平台上面 那一点 稍微出格一点的内容 都没有的话 太规矩了 就相当于在幼儿园 墙上的广告一样 不好玩了 对不对 所以出于种种原因 出于设计 出于整个的技术中性 等等这些考虑 也就是说 它是不限流的 这是油管自己官方 这样的讲的 我也相信他 因为我看见过很多黄标的视频 它的播放量不下降 但是被贴上黄标以后 收入积极下降 也是前面一天可能赚几百美元 一旦被打上黄标以后 咔嚓 就立刻就变成几毛钱 几分钱 甚至都没有变成零 所以不赚钱 这是肯定的 赚钱被限制住 除了我刚才讲的 有一些广告商 就发现老胡这个频道 特别好 专门一些老舌匹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全投 投到我这个频道的上面来 播好多广告 这种情况存在 很少见 所以绝大部分被打上黄标的 就几乎就不赚广告费了 好 所以黄标和限流是两码事 就是他不会限流 他继续给你推 但是就是不让你赚钱了 就是所有的广告商都离你远远的 大部分广告商离你远远的 所以简单的答案就是不限流 但是限制你赚钱 好 下面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黄标会不会导致YPP的取消 因为很多人很紧张 这个一个黄标 你会在后台看见这样一个 黄颜式的标志 你会收到邮件通知你 你会在油管的后台里头 看见那个消息通知栏里头 一个大大的提示的信息 给你弄得好紧张 有很多同学 没有经验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就从那个地方来 就是黄标会不会导致 我这个YPP取消 如果会的话 他就非常紧张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人做的内容 比如讲一些 这个比较大尺度的案件的 这一类的 经常会 这一期是黄标 下一期又是黄标 再下期又是黄标 连做五期视频 全是黄标 这就崩溃了 他就会担心 就是说 第一不赚钱 第二他会不会 把我这个账号封掉 不会 我的经验是 他不会封 我在这么多年 看这么多频道 我还没有这种记忆 讲因为这个黄标 被关闭了YPP的 没有 我看到的非常夸张的 就是有些后台 讲的尺度非常非常大的 也是黄标的比例 能达到30%到40% 也就是将近 你每做两期节目 就有一期节目是黄标 或者是三期节目里头 一定会有一期节目是黄标 非常崩溃 赚的钱 赚的钱也严重的受影响 然后呢 就是让人感觉到非常不安 辛辛苦苦 做了这个节目出来以后 被黄标 对吧 尤其是给别人的 普通人的 给博主的这种打击 心理上面是 巨大的一种创伤 对吧 比如说三期节目 有一期节目是黄标 有些流量大的 他一期节目 比如说赚3000到5000美元 一旦变成黄标 他可能就是不赚钱了 所以一挣一反 差别是很大 昨天那期节目 一天能赚700美元 今天咔嚓黄标 立刻就变成一毛五 所以对博主的心理 这种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 好在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 它不会影响到频道的安全 对人的心理健康会巨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 做这些最开始 比较激烈的这种频道的内容 到慢慢慢慢它上岸 它都要开始洗白 做的内容越来越软 不是那么硬了 越来越温和 节目的调性都会改变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因为后面有一个黄标的系统 在牵制它 在驱使它 让它觉得 我费那么多功夫 就做一个黄标的内容 太吃亏了 对吧 好 并不是讲一个黄标的 这个视频 一分钱都不赚 我刚才讲的 它并不是完全限制广告 而且很多情况是什么东西呢 它并不是你一发布的时候 就是黄标你 大量的例子是什么东西呢 起来开始跑 所以起来那两三天 它会可能赚挺多的钱 有可能是第三天出现黄标 有可能出现第五天 有可能第七天 这后面的规律是什么呢 规律往往是一个视频 突然加速 这个播放量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会更加认真的 重新扫描你这个内容 然后给进行一个黄标的 这样的一个判断 当流量很少的时候 最开始起来的时候 它往往可能 它不会在意你 所以不是讲 你一上传上去 就是黄标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但是有很多 是在后面才产生的黄标 所以从这一点来 没问题 就是黄标不会导致 一般来说不会导致 这个YPP的取消 就是你自己被弄得非常难受 本来应该赚钱的 然后不赚钱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讲的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遇到黄标怎么办 我前面讲黄标的原因的时候 讲到了 它是AI检测的 有很大的误报的可能性 因为它要安全 因为当它不安全的时候 会引起一个PR的事件 会被管理部门罚款 所以有很多这种误报的情况 然后它这个系统经常在更新 每更新一次的时候 就会大面积的误报 那么 所以你遇到被黄标以后 你不要讲 我该不该申诉 百分之百的 坚决申诉 你遇到黄标以后 一定申诉 并且油管它鼓励你申诉 每当它的检测的算法 更新的时候 它都会讲你申诉 然后我们人工进去看了以后 这样子它纠正判断的结果 有助于帮它优化它的系统 所以油管并不是讲 你是无理取闹来这个东西 然后我每次申诉被拒绝以后 最后你就会被打上一个黑名单 这个可能性是有 就是你经常出大尺度的这种节目 然后每次申诉都被拒绝 意味着你的对内容的判断的能力 让油管的审查对你产生怀疑 就是你就是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内容尺度的 所以它将来你得黄牌的可能性远远会比别人高 就是你得了一个黄牌申诉 它进去看你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 就是一个应该给你黄标的 然后第二个你又做那个大尺度的给你黄标 然后你又不服又申诉 然后又是这个 如果你想连续反复四个五个这个样子的话 它只能讲判断你这个家伙是完全没有原则的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得黄标的 你不理解这些东西 所以你将来某种意义上去 你是一个高危人群 你发布内容的时候会 当你内容没问题的时候 你会自动得到一个黄标 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 我自己还有我的这个学员频道里头 就是说问题一点都没有 但是因为前面有一点点历史 然后后面很长一段时间自动给你黄标 然后你申诉 然后就开始发现 这次真的是冤枉你了 然后改正改正 然后最后解除对你的这样一个 解除你的黑名单 这个是发生过的 至于它将来会不会发生 我不敢这样子讲 但这个是确实发生过的 所以当你连续得到黄标 申诉被拒绝 你这个时候要检视 你制作节目的内容方法 选题了 比如说 有很多人不知道 封面和标题里面的一些出格的这个画面 或者是这个文字 就会自动的得到黄标一样 内容 哪怕里头内容规规矩矩 没问题 比如说封面图里头的出现 明显的这种凶杀带有血迹的这样一场景 这是非常容易自动的得黄标 好 所以遇到黄标 我刚才讲的第一点 坚定的申诉 第二点的话 油管在前两个礼拜 公布了新的这种技术实施的政策 就是它 以前告诉你 你得了黄标以后 它不会告诉你因为什么 那么一个长长的节目 讲故事的 比如说往往是20分钟 30分钟这样的节目 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个地方出发了一个黄标的这样一个判断 前两个礼拜我做了一期节目 给大家介绍新的这种改变 就是它会在你得了黄标以后 你申诉 申诉于它人工进去以后 如果维持原判 你这个东西就是黄标 它会告诉你理由 它会告诉你 这个问题是出在哪一个时间节点 是封面还是标题 还是讲第三分零五秒 那个地方有问题 并且告诉你的问题的是性质 是粗话 或者是画面 或者是什么东西 这个欺骗 它会告诉你这个 你违反的是哪个地方 所以你就会比较清晰的 又针对性的去进行修正 所以你申诉 你会得到反馈 那么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你申诉它解除 讲对不起我们机器犯错误了 那么如果它维持原判 它就告诉你 为什么你这个地方是得了黄标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什么 你可以根据它的反馈的意见 进行修改 修改的方法 当然有很多种 你可以在线修改 比如说 你如果是封面图的 你就换个封面图 如果是标题 你就改写标题 如果是其中一个片段的画面有问题 你直接就在线 把那一段把它剪掉 就死了 还有就是 你当然也可以就是把它下线 把这个节目进行下线 然后在线下编辑以后 重新上传 把原来有问题的视频把它删掉 就好了 还有就是申诉以后 被拘以后 你不要在这一节目上面去纠结 我刚才讲的一些 大的讲案件的频道 它后面的视频的黄标率 都是在2%30% 所以你要讲那种吸引别人眼球的 比较惊悚的内容 它本身这就是成本之一 对吧 就像一些商店 你要卖廉价品 卖那个比较低值的 它退货率就比那个精品店要高很多 这是你的生意模式 你做这个东西 你一碰这个案件的播放量 都是几万十几万的播放量打底 你当然是这个内容要有点出格 对不对 所以你接受 这是你的做内容的一种成本 所以当你得到被拒了以后 你别纠结 你要心理建设 叫move on 我做下面这一期节目去了 下面这期节目 没有黄标 咔嚓 播放量就好 把这个损失就补回来了 就是不要弄得很郁闷 我断根 我连续三次黄牌 然后我就 然后就没干净了 这个要做心理建设 所以讲做这个常态 你开店就会有退货的 这个正常 不要生气 不要跟那个来退货的人 这个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钱又没赚到自己 把自己搞废了 还有就是一个方法 如果你开了频道会员区 那你就可以把那个被贴上黄标的 因为一旦被贴上黄标以后 下面没广告费好赚了 对不对 那么观众也看过了 因为初始的流量也有 你呢 把它放到你的会员区里头去 放到频道会员区里头 那会员区你可以通过会员的 这个会费的赚钱 他赚钱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了 你那个时候已经不在意 他这个播放的广告收入了 这个放进去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东西呢 会员区里头更多的内容 大家想 你的会员区里头有尺度更大的案件 或者是故事好听 有二三十个这样的视频 他就愿意付钱进你的会员区 对不对 如果是你做的内容专门给会员区做 其实赚的钱不见得多 我看见很多人就是开了会员区 然后放几个视频在那个地方 那每个月就收那一点可怜的会费 数字并不大 因为你那个节目如果是正常的 拿出来在外面给大家看的话 那广告费比那个会员费收的多多多多多 所以呢 这个是你有大量黄标内容 我看到的一个好的方法 你开会员区 把这些被你不愿意再改的 然后选题这个尺度 没办法再修正通过这个黄标机制的 你把它放到会员区里头 然后你去告诉这些想加入会员的人 讲我会员区内容很丰富 尺度更大 来欢迎大家加入 那么人家就可能愿意花个几块钱 花个十块钱加入你的会员 去看那个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相当于是材料再利用 这样子就比较好 比那个放在那个频道里头 然后从此以后几分一毛的赚钱 要好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在做频道 咨询建议的时候 帮这些同学想出来好的方法 所以如果是你的频道的观众 体量比较大的时候 经常是属于有这种问题的 你不妨可以用这种方法 去赚一点点会员的这种收入 好 所以你看 今天关于这个视频的黄标 这样一个东西 我能想到的 更新的全部的内容是在这个地方 我强调一下 这个黄标是针对广告商设计的系统 不是跟观众 所以他不影响推荐 也不会把你租出这个YPP的系统里面 不会被限流 那遇到黄标 坚定不移 坚决的申诉 连续黄标 你要考虑你的选题的尺度和调性 那这里头就更多的 很详细的这种方法 不在这次节目的范围之内 好 如果大家还有关于视频黄标的 这个有关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视频的底下留言提出来 如果有足够多的话 也许我会做一个跟踪的节目 给大家继续讲解 至于今天节目的内容 谢谢 再见